有人问牛牛祖941是54.5元买入的 可不可以加注呢 鸟玉花香心开朗 他说他拿着一万股941 都很久了 他说最近都觉得股市很波动 想着应不应该沽了手头上的941 平均成本是$44 还是继续收集好呢 还是沽少少做一个短线炒作 去到资本增值呢 有两个人 一个已经持有很久 平均成本是$44 问是可以怎样做呢 是否移动还是怎样呢 另一个就是54.5元买入 可不可以加注呢 54.5元先吧 我觉得可以加的 首先你要看自己的财务状况 你说我有空闲钱加的话 我觉得已经回了一成是值得加的 那你也内住到$8 Buff Lords 刚刚但是 gars当照看投资 大家都知道了 94.5元的那些是葡嬷 说我又喝的 ad Tab 买买借费收收瑤 我觉得无妨 不过留意一千こと 我想这位观数 что54元买당 你打算了会不会有甚麽突破性的进址 不会不會爆市 battlefield 就是纯粹坐定定在收息 有限钱坐 我觉得可以交的 那只要你说四十几元买那个 然后就说是否应该 需要估计这些呢 还是继续收集呢 我想他刚才说的那样东西 有少少谋误的 他说市供波动是否应该估941买其他呢 那个市供波动也是拿着941 我想他意思是说他不值得中概股升这么多 他动得很慢 是吧 我没有理解错 因为他说高一点作短线炒作寻求资本增值 喂 你看看 反过来说 如果你有看941 他之前五十四元的时候 那时候行资应该两万点左右 应该都不是升很多的 你那时候去套出来似乎就好些了 因为那时候正正就是市供波动 然后941扯上去 那些钱全部拍下去 那现在你说为何最近941这么相对弱呢 就是因为那些钱已经走出去炒那些 风险资产 美团 给亚迪那些 那你现在先来沽941 就冲进去那些地方 那你就要想 喂 你会不会摘了火盘 那些东西 这一样东西你要留意 还有去到49元才来沽 明明之前五十多不沽 我自己就有少少保留 当然你说我真的没有了 我100%都是941 我要拿一些钱出来炒一下 是无妨的 那你可以拿回少少出来 但是你说 如果你还有闲钱 你用闲钱去炒那些风险资产 941这些位置 我就怎么都不会沽 是 另外观众的feel 就想问说 如果三只中资电讯股 就是941 172 8762 想在投资组合里面 放一只进去选哪一只好呢 941 就是941 1来的息高 2来刚才投资二话都说了 他有机会buyback 当然他整天都不出手 那我觉得没所谓的 他不出手 就给低位你买 一出手就真的爆上去 还有第三样东西 941自己都说了 接下来那个派息的比率 是会继续增加的 我想这件事都令到 大家有个叫底在路 你知道他不会因为 什么业务差性 而会减派息的 那我想你 你变成容易计数 你知道接下来都会继续派息的时候 你便计好股息率去做人 还有941 就是他那个 就是那个 cash flow很强 强到一个点是 就是你 你这些波动市况 就真的坐得很舒服的 最重要不要延闷就可以了 是 明白